马来西亚被称为世界的家具工厂 我们一自在为世界市场提供家具产品的生产和加工 作为设计师在全球都以设计为突破口 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 我们更要深度的思索 设计在马来西亚的家具行业到底如何拓展 为了培育一批家具设计师Mith 连续七年主办了家具设计比赛 今年我们为FDC比赛活动添加了一个更积极的目标 FDC In Action 进一步培育家具设计人才 FDC In Action是一个速成的护画计划 通过这个计划 我们让年轻设计师更能理解到家具不是一个单品 家具空间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载体 比起其他人设计师更要理解生活 欣赏生活 掌握与现代生活相关的流行趋势和生活方式 我们把设计师送到中国家具制造中心的珠三角地区 去深圳欣赏最大的家具 饰品矿场 去世界最大的灯饰展示商城古镇 参观了世界最大的家具卖场 罗浮宫 而且在今年九月 设计师在上海国际展也学习了接近一个星期 通过这系列的设计和生活体验和海量的家具设计展示 我们希望设计师更快地能把自身创新能力和家具市场的需求 结合起来去完成更有针对性的设计项目 我们让设计师参与展馆设计 在MIF 2018年MyTech新展览中心的Designer馆 在他们设计展馆的期间 设计师们更能体验不同产品的展现 了解家具行业的需求 学习和与厂家进一步的合作 是的 我们在搭建一个设计师与家具制造商高效合作的平台 在这个高速的互联网信息年代 设计不再只是创新 设计是掌握潮流趋势 设计是理解市场需求 理解制造 理解成本 然后推出一个完善的设计方向 形成设计体验和设计风格 我们要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产品 它们是马来西亚的 更是世界的国际风格 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定位 我们要的是一个identity 一个属于马来西亚的identity的产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